赵丽颖提到这个明星很多人都会对她的成长经历有着非常大的关心 特别是喜欢她的那群人更是恨不得把她的历史也研究透了 出生于底层,来自于农村,甚至还是中专毕业 可接下来却靠着自己的努力一步步从底层爬了出来 可以说底层出身的特色让赵丽颖身上多了几分额外的色彩 所以这也是为啥很多人把赵丽颖当作是奋斗目标的原因 但当我们仔细一句扒一扒赵丽颖会发现她的经历跟隔壁孙女有些类似 孙女和她一样从底层杀出来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 后面还和各种艺人参演 特别是后面的发展中孙女可不是如火如土 甚至她们的发展趋势都如出一轴 两人真的可以用耐胸耐地来形容 可是当我们仔细去看孙女和赵丽颖 就发现她们两个是有相同的势头 赵丽颖却没有孙女那么好命 首先就是婚姻方面 孙女人生最大的幸运那便是找到了邓昌 两人结婚14年的时间 生下了两个孩子 司机生活也算是非常美满了 特别是在现如今的娱乐圈能够像她们两个那样坚持婚姻的 真的已经不多了 可如今的她们圈依然还能在一起 这样的感情强度放眼 在现在的娱乐圈能做到这一点的估计少之又少了 赵丽颖的婚姻却并没有那么好于 2018年和冯绍峰领证结婚了 可遗憾的是这段婚姻却仅仅持续了不到三年的时间 她为了这段婚姻付出的经历和对事业上的伤害是不言而喻的 甚至还为冯绍峰生理个孩子也没能保住这段婚姻 可对比起孙丽的婚姻来 赵丽颖的婚姻显得有些太不如意 那为什么赵丽颖没有孙丽那么好命呢 道理特别简单 孙丽这人的专注力远超赵丽颖 她目标精准 工作起来全方位投入 认真尊严提升演技 任务结束马上回归家庭 生儿育女啥也没耽误 事业有成 儿女双全 就凭这一点赵丽颖下辈子吧 人不能贪 不管贪啥 你只要是站着贪你就完了 这可是为高三大德开示时说的 人家孙丽颖不经意间就收获满满 这番话听起来感觉就是赵丽颖太贪心了 错了 恰恰相反的 赵丽颖最大的问题就出在这里 就是太绝了 明明已经是不可解决的时候 她依然不愿意放弃 说好听点叫做坚持 说不好听点 这个就是降临 这样的人相处起来会让人感觉非常难受 虽然短期内能发展的很不错 但一旦事业陷入到死循环就容易出事 婚姻和爱情也是一样的道理